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的新美嘉賓 就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師志先生 郭老師你好 有事想問的話歡迎大家踴躍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先聽家庭觀眾許小姐的電話 早晨 我想請教你 我入了175是2月8日8日 但現在跌到1月9日3日 我昨天想2元沽 誰知道跌下來就沽不到 我可否侵貨或怎樣 現在怎樣部署 1月9日3日跌半個百分點 郭老師2月8日買的 現在跌了這麼多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其實2月8日買的 都已經是高價跌下來的 但始終整個汽車的板塊 都在一個中期的調整之中 暫時技術上已經斷營了 最初九個月的總銷量同比增長6.6% 其實情況不是差得很緊要 但始終而言 不會像前年整個汽車板塊大受追捧 這一分鐘當然未出現 不過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這一陣子低位1.4.2回升 其實已經漸漸形成一個 短期的上升形態 我放了圖看看你就明白了 第一個低位1.4.2 剛才我提到 而近期來講 急升過後 去到2.2 技術上的反彈之後回落 去到1.7毫 應該是1.7毫 就已經是支持 一隻腳你不相信 就多看一隻腳 意味著 將這兩個低位連線拉上去 就成為一個短期的上升軌 當然2.2形成一個阻力位 暫時來說 這是一個上升三角形態 其實很多股份都出現這個形態 而一旦升破2.2 技術上來說 他進一步上市一定是2.4 或者是2.6 當然這是需要時候 這一分鐘來說 如果要沽的話 我覺得暫時等等 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擔心 放下止蝕位 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一個臭鹿 即是近期的另一隻腳 跌穿了當然是不好 如果不跌穿的話 理論上 一旦突破2.03 下一個目標 應該順勢 示範一個月的高位 兩個右九 即是剛才我提到的兩個現金錢 可以的話 我認為等等 不過至於好不好混 老實說 有很多股份應該是賣點 包括大市真的要突破50天線 再進步上升 石油股 幾隻國有銀行股 這些都是升市的領航股 如果是汽車股 我始終認為真的要買 只有兩隻 一隻就是114 就是華晨 另外一隻就是489 東風 不過這兩隻都似乎錯過了低級機會 如果可以的 這首貨我認為暫時等一等 好嗎 好 謝謝你的電話 avant ze 再看吳先生的電話 吳先生 是 av değil 你想問多少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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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怎樣部署呢 在廣東省經營中檔的住宅和商業物業的開發 其實在內房的板塊來說 都是規模比較小的 招股價是過百元錢 其實這是2007年 經過這幾年股價暫時來說 都是徘徊的低位 近日曾經碰碰5毛錢 但始終由於成交今晚還是比較疏落 所以變成沒有太大的動力 我自己覺得一眾的內房估計 暫時來說氣候真是難成的 第一就是樓價可能會出現軟著陸 第二中央在通脹受控之下 這一刻不會馬上放手 可能會加大力度對樓市方面進行打壓 希望逼令那些炒價暫時離市 當然工商業貸款方面 反而會輕輕放鬆 甚至有些廠商等為免倒閉 而引發失業潮的上升 會比較寬鬆一點 中期的順利其實是2085萬 大家看到了 銀資資當然很小 其實倒退了66% 基本因素真的欠奉 我自己覺得上個走勢 初步是穩定了下來 但你要去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反彈或上升 好像暫時來說還是差一點 你放個圖一看便知道 整個中期的下降通道 到現在為止 都仍然虧限股價的表現 不過近日來說 就開始出現一個橫行的局勢 早前來說不斷向下行 現在是斷定了 其實由19月中到現在 都出現一個形態就是上落 代變的格局 暫時來說沒有太大的驚喜 5毫只是一個初步的阻力 如果過得到5毫子的話 成交額又配合的話 這些幾毫子的股份 不排除一輪急升 秋秋上5毫半到6毫都不出奇 但太大幅度的上升 這一分鐘我就看不到 當然最重要就是4毫子的防守性 真的不可以有失 一失的話 即是又繼續向下沉低位 第一就不要再交 第二就不要加主 至於你說 首貨可以等等先的話 如果貨不是太大的話 我是沒有太多的意見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 我認為應該要轉馬 多謝吳先生你的電話 郭Sir再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 收到Emily的電郵 她問了幾隻股份 其中一隻是卵證 是一些行指相關的衍生工具 不如跟郭Sir做宣傳 我們公司現在做公司 我們的佣金低至4.8毫 專門針對大家炒窩卵和牛熊證 郭Sir不如宣傳幾句 其實最重要是方便大家買賣 一格就有錢賺 事實上來說 最重要的是 現在的投機市場 雖然很慈熱 其實有不少聲音 覺得牛熊證 衍生工具的交易量太多了 令市場反覆無上 在股市當中 有時這個情況 真的無可厚非 要不你情願股市 是水清無水 水清無魚 淡靜 一日到刻 停留在某個水平 成交又少 升一格又難 跌一格又難 老實說 沒有人願意見到這種市況 可能市況有些沽空 有些回補 有些加追 令市場的波幅 會稍為放大一點 但波幅放大 由於有時 兩三格才夠手續費 對很多人來說 會覺得比較難下注 但不要緊 我們四個八毫八 一格一格 就已經可以有錢賺 方便人進行買賣 我們並不是股需投機 但既然市場有這項需要 我們順應市場 就作一個推展 事實上來說 我相信 也會深受一眾股民所歡迎 沒錯 有事想問的話 可以問你們附近的分行職員 或者打來我們電話熱線 2537137去查詢 過時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再回答Emily的電郵 關於恆子相關卵證 不如我們談談恆子的走勢 稍後再談 看看現在恆子跌88點 最近18,879點 而國企指數升8點 最近9,869點 現在先寫一會 稍後再談